其實卸妝油很好用 只是...呃... 我以前都用錯方法了 你把這兩招記起來 並且使用它 是真的可以把你臉上的殘妝卸得超級乾淨 而且啊 皮膚科醫生也是一致認可喔 嗨 大家好 我是Nicole 其實我正常在卸妝的時候 我是非常害怕使用卸妝油這個產品 如果使用卸妝油感受不好的話 第一個就會想說 卸妝油是會堵塞毛孔 像我自己的話就是使用卸妝水比較多 它一定是要... 它要很大力的去搓它 它才會乾淨 所以它這樣就是拉扯肌膚的機率是非常大的 這一罐HH的直萃水感卸妝油 它整個是完完全全顛覆了我使用卸妝油的那種體驗 以前不好的體驗就是 卸完之後啊 都還是油油膩膩的話 你用很多很多的清水去清洗它 老實講 洗不乾淨耶 HH直萃水感卸妝油呢 它採用的是植物油為基底 就是都是使用山茶花油 裡面完全沒有任何的礦物油 基本上啊 你在臉上的彩妝 睫毛膏 唇膏 粉底 眼線筆 還有眼影等等之類的 基本上都可以很簡單的卸除乾淨 那在卸除比較細節的部分 眼睛啊 我就會使用 睫毛專門在使用的卸除液 還有棉花棒一起搭配使用 那我現在的話就是直接 測試給你們大家看 我現場直接卸妝卸半邊 給你們大家看看有多乾淨 整個都是喔 一定要用均勻 那我先卸一邊 你看我這樣子張開我眼睛都沒有燻 也沒有說不舒服 接下來就是手要沾濕一點點 但是不是整個全部都非常的濕大大 就是這樣輕輕的沾一下 有一點點的水 這樣就可以了 乳化它很重要 乳化的話它就會變成白白的 沾一點大概是2-3次的水 我覺得它卸妝的速度很快 你看它白白的 那我直接先擦給你們看 你看上面這邊 擦一擦還有這些 沒有卸妝的樣子 它這邊是已經卸妝了 我的這個睫毛膏 眼線、內眼線 基本上很乾淨耶 最主要呢 有四大主軸的成分 保濕、美白、緊緻、抗老 清洗過後呢 讓肌膚有透亮的光澤 而且它卸完之後 它的透亮好像感覺 被整張臉敷上那種精華液 很像已經敷完面膜那種感覺 是它沒有那種油膩感 已經兩邊都卸完妝也洗完臉了 就是肌膚非常非常的舒服 讓臉部毛孔都深呼吸 推薦給你們大家